然后呢把火打开 打到中火 什么时候好呢 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键料也都已经放进去了 那盖上锅盖之后呢 像江老师所说的一样有几个好处 首先可以防止油烟 然后呢可以让里头这个味道充分的融合 我知道里面啊 这个粉丝吸附性能是非常强的 那可以充分的吸收那种辣味 还有一会儿去才一定够刺激 好了那我想 应该不变猫肉气就能回来了吧 对非常的快熟啊 那锅盖一冒热气呢 我们就要菜就好了 那在这个等待的这个时间里边呢 我们来接一介绍好不好 像谁进行 那江杰呢 今天呢准备了一样东西 看这是什么 面包 面包没错 今天呢江杰就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呢 欧式的硬面包 嚼起来啊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有嚼劲的 那我们今天呢 把它配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 我们腊肉筋就有意义道道的这个中国菜啊 我们来一起啊 一起这个 一起来享受一下 享受 好我们把它呢 切成这个片状啊 好非常快啊 我们这个锅边已经冒热气了 那我相信里面的已经熟了啊 一定是熟了啊 只要锅边冒热气了 就very good了 那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偷看啊 那我们现在呢 把锅盖打开 我们来一起看好不好 好 来比一下啊 来 一二三 接起来 哦 太太 有很多的水分 但这个是金针菇本身的那个蔬菜的水分 原汁原味 营养不跑啊 那我们呢 给它搅拌一下 抬一下 来 看 看 颜色也非常漂亮啊 对 因为它很快熟嘛 营养成分不跑的 所以今天我们去到菜里对啊 不需要放什么呢 鸡精绿色来调味 一样很鲜美 那现在呢我们放盐 哎 把剩下的这个调味料呢 就放进去啊 好 打点盐 黑胡椒 来 一起来 来 好 一起来快乐一下 哎 好好好 喜欢呢 口味重一点的 像夏辉这样啊 你多撒一点 好 喜欢淡一点呢 你就少撒一点 那我们呢 最后把这个香葱末 撒上去 来 好 全淋上去 好 全淋上去 哎 漂亮是吧 嗯 不仅漂亮呢 哎 味道还很不错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起锅 好 那把火关掉 好 可以把火关掉 好 非常简单啊 下厨房 然后呢 一会就可以享受美味了 哎 真的是非常神奇啊 刚才呢 这个锅里还有很多的汤汁 但是呢 因为我们选择粉丝啊 它吸附性能非常好 已经完全把味道吸到里头去了 我们现在呢 这盘这个腊肉金针是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非常的香 那最后的时间呢 带着你一块去回顾一下 腊肉金针是怎样做出来的 腊肉金针所需要的原料有 金针菇 粉丝 猪肉末 香葱末 姜末 干红姜 和长条面包 它的调料是 辣椒酱 黑胡椒碎 酱油 盐 糖 和香油 它的做法是 将猪肉末 干红椒 姜末 香油 搅拌在一起 锅烧月 用热油炒香肉馅 金针菇和粉丝 以酱油 糖 辣椒酱调味 加盖焖煮 锅边烧月器后 加入黑胡椒碎 盐和松葱料 即可起锅装盘了